欢迎来到赵理说事 咱们这个社会 善于发现漏洞并钻漏洞的人 真是太多了 有时候我真的提醒他们 发现了漏洞 有时候小来小去的 你占一两回便宜也就得了 千万别把这个占便宜当营生 因为那很有可能转化成犯罪 以往我们就给大家讲过 说有些人利用信用卡的漏洞 用信用卡积分换旅 薅了人银行十几万羊毛 结果银行报警 这什么被抓 钱收回你自己还得蹲大鱼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不知道常坐飞机的朋友们 听没听说过有种险叫延误险 什么意思呢 咱们清楚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个交通管制 天气不好 我们的航班经常是延误的 很多人是叫苦连天 有的人甚至在机场一呆呆几个小时 甚至在过夜 所以有的保险公司 人家就硬实推出了航空延误险 人家说你买了我这个险之后 如果你乘坐的航班发生了延误 根据延误时间不同 我们保险公司直接赔钱给你 要说这是对常年旅行的人 一种不错的抚慰 你看我这个航班延误了 我得在机场浪费几个小时时间 但是我可以收到一笔钱 也算是补偿了我的损失 一开始有的航空延误险 人家标准很严格的 你如果真正航班发生了延误 你得递交你的登机牌 你得递交航空公司给你出的说明 然后你到保险公司去履赔 人家能把钱赔给你 后来咱们也清楚 保险公司竞争也很激烈 有很多保险公司就推出了简易办法 什么呢 你只要能提供你订机票的短信 并且有相关证据证明 这次航班延误了 人家直接就赔给你200块钱 或者400块钱 直接打到你的支付宝中 连人工审核都没有 更不需要提供什么登机牌 航空公司的证明 结果这就被一些有心人士 钻了空子 前两天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案件 您知道人家花了保险公司 多少羊毛吗 300多万 有一位女性女子 人家以前可能是在航空公司 或者机场上过班 熟悉整个航空公司 机场的运作 前几年就让他发现漏洞了 原来我买了某个航班的机票 如果这个航班发生了延误 并不需要拿登机牌 我就可以得到旅赔 于是人家就开始了长达几年的 薅羊毛行为 首先人家是业内人士 所以人家还真有钻研精神 他调阅了大量的航空数据 当然现在很多软件 人家直接给我们提供这个数据 告诉我们哪些航班的延误率是非常高大 有一些航班甚至有超过50%以上的延误率 调研好了之后 人家又从亲戚朋友那搜集到了20几个身份证 银行账户 然后就利用这些身份证买机票 比如说他在青岛 他感觉大连飞北京的某一趟航班经常延误 他又通过天气预报 看到最近天气状况很不好 经常有大雨大雾的天气 于是人家就用这20几个身份证一下子买个10张20张机票 就等着航班发生延误 有人也问航班不延误怎么办 他买机票的钱不是大水票了吗 不是的 全价买票可以随时随地退票的 退票你一份手续费都没有 所以人家做的简直是无本的买卖 通过大数据研判知道哪个航班经常有延误 再通过天气情况来锁定这个航班买大量的机票 如果没发生延误 没事 反正我也不去做这个航班 把机票退了就失了 如果发生延误 那么太好了 保险公司你就要赔给我钱了 短短几年 人家就从保险公司取得了理赔款300多万 当然你这么大规模的耗羊毛 那保险公司能干吗 人家报警 警方经过调研侦查 发现你这个人有问题 已经把他缉拿归案了 未来钱得还给人家 自己免不了牢狱之灾 而且我们通过解锁新闻发现 耗保险公司羊毛的 绝不止这个吕女士一个人 过去几年 经常有人利用航空延误险 来耗保险公司的羊毛 当然他们也都被警方捉拿归案了 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 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漏洞 你发现了他 你说你买个一张两张 没有人能说你什么 大规模的耗 那你就转化成犯罪了 说实话 你有这个本事 你还真不如找个保险公司 好好谈谈 告诉他们 你发现了他们的漏洞 你帮他们赌上 让他们给你一笔奖励 那不是更好吗 今天的视频 你满意吗 点击照理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我全部都转化成定主意